想赚多少由您决定看节目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的 颜希盘后岁岁念 好的今天 有没有感受到获利奔跑的感觉 好恐怖哦 颜希老师你的宝瑞超级会飙 超级会喷 来哦 我一直跟大家讲 就包含我昨天的节目上 我跟大家讲 我说在股市里面 大家都想要赚大钱 想要获利长长久久 所以呢 我分享了一个 巴爷爷的故事 就是我们股神巴菲特 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他在4岁啊 他卖口香糖 那他卖口香糖 大家要知道像键牌 这个算是比较老牌的口香糖 键牌里面打开来就有5片口香糖 好那他都是一条一条的卖 在他4岁的时候他就在赚钱咯 当时他一样在卖着口香糖很开心 结果有个老太太硬要跟他购买一片 所以一片就是他要拆开来嘛 里面有5片他要拆开来要卖掉一片 那个就是一位老太太一直要跟他买一片 零卖 零卖 然后呢巴菲特坚持说不要 我绝对不拆开卖 绝对不拆开卖 为什么因为零卖的话 如果其他4片我卖不掉 我要赔本 我要赔本 这个我要用这个巴菲特身上的真实案例来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有些小钱不要赚 赚了很麻烦 就像巴菲特他竟然在4岁他就已经知道小钱不要赚 赚了很麻烦 为什么咧因为我想要赚大钱就不能只看那个小钱 对不对 好再次恭喜我们的宝瑞 哇盆满钵满的感觉很好 想赚多少有你感有你决定 主控权在自己身上感觉也很好 为什么这样讲 210的底单今天839 839 翻出300个百分点股价翻出4倍 280的加码单今天839等于200个百分点股价翻出3倍 好恐怖哦 这样子加起来呢股价翻出6倍 哇老师你的创意翻5倍 宝瑞翻6倍 赚的长长又99 好开心哦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当时在讲宝瑞 我说生计的质变生计的质变那我一路以来我希望大家后不管在盘视任何的位阶 希望你把产业的概念伸直脑袋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一说我不管后盘视在任何的位阶 我的眼光永远是在产业前景成长的那个阶段重复一次 产业前景成长的那个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每天的节目不止广播 不止碎碎念还有每周的稀奇古怪还有每周的财经吸引力 其实都是在跟大家分享产业的前景产业的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股票来为什么可以赚的比别人多 因为你生根产业这个很重要哦好 再来你看到宝瑞今天839了 哇翻出6倍的价差好恐怖重 更恐怖的是更恐怖的是 我说过了你要研究一家公司你最好体质都看透透嘛 去年我在买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董事长年轻多精又帅气 记不记得年轻多精又帅气但是呢他有过人的霸气 为什么这样讲嘞来宝瑞现在是不是荣登生计股股王 哎呦对耶好恐怖哦 他已经是生计股里面的No.1 也是延续给你的Only1 就是股王第一名 好啦但是董事长就现在在讲哦 嗯其实我对生计股王没有太大的重点 即便我公司的股价做到了生计股王 我没有太开心 我比较希望的是我公司的市值要成为生计界的市值第一 哇这个霸气讲出来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咧大家要知道 假设你的公司市值够大 一般来讲外资要投资也是看你公司市值 还有呢和国际药厂要投资要注资也是看你公司市值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划是你的公司市值达到多少 我们才会愿意注资好 所以呢为什么盛董事长讲 我说盛董事长讲 我最重要的是宝瑞的市值要上去 好那大家我算给大家了 药华药的市值目前大概1300亿左右 这个会浮动的哦 这个是因照每天的股价这个会浮动的 目前药华药大概1300亿的市值 核一呢大概是1000亿的市值 这两个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生计股里面的市值那我问大家啦 宝瑞现在市值600 那你有沒有觉得盛董事长讲 讲这样我让我又看到远界又让我看到眼光 让我看到过人的霸气 让我看到空间还很大的感觉 有没有再次恭喜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赚的比别人多 你要赚的比别人稳健 很多公司的蛛丝马迹 很多公司的细节你都要了解 这就是我跟别人操作的不同 再来哦 十年寒窗好恐怖 有没有看到十年寒窗 老师你买六出头的 六一六二随便买 六十出头的 今天113 很多市场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在讲军工军工军工 军工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是雷虎转过来 JPP转过去 JPP转过来 雷虎转过去 有没有 所以我常说希望 市场的投资好朋友们 都可以把产业这一块看清楚 你产业这一块看清楚 想要赚的比别人多 你会变得是很轻松 好的 同样后可以恭喜一下 我们今天的股价翻出六倍的宝瑞 然后JPP持续创高 大家有目共睹 后我们就是越赚越多 那接下来私房菜时间 我一样留给会员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